我请教文杰议员 这次美国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 台湾的国际战略地位角色 都更加的提升跟重要 我觉得这一次从2021年开始 拜登上台以来 其实在美国参众两院 他大概已经提出了 大概七个跟台湾有关的法案 包括什么防止台湾入侵法 台湾升级法案 战略竞争法案老鹰法案等等 包括最近一次的 就是8月6号通过的这个 参议院他已经通过 原来三月份众议院已经通过 那参议院是在8月6号又通过说 这个支持台湾加入WHO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有点不 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要求说美国政府 在必须在每一年 如果那一年度台湾 还是没有办法加入WHO的话 那美国政府就必须要提出报告说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 然后你未来还可以做哪些事 有哪些地方改进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明年台湾再加入WHO 我觉得这是比过去一些决议 或是要求有更实质的东西来 就是说他对客与行政部门责任 要求你每年要告诉国会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你未来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会不断的往前走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像现在的美国两院 他其实对台湾的这个部分 几乎是你只要 有人提出要支持台湾 提出一个法案叫大家签 大家基本上就签了 你这个有点像譬如说 像国会很挺台湾 没有错就是然后基本上 过都是无意义通过 然后基本上都是共事决 所以在美国的这个生态来说 他基本上就是已经停台 反中我觉得这是一个 确定的大氛围 所以不管立法部门是这样 那行政部门大概也是这样跟着走 但是行政部门他们所更 我觉得他们在战略上的思考是这样 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 是怎么样对你台湾特别好 而是说他们真正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不展现说 我对台湾要保持台湾和平 或是在一旦有事 我要真正介入台湾的这个决心的话 他们认为很可能 就会让中共低估美国的决心 如果你让中共低估美国的决心的话 那反而有可能会引起真正的战争 所以如果你现在就要把这个现话清楚 那譬如说我最近看到那个 美国前那个川普时代的那个国安顾问 那个副国安顾问应该是 薄明 薄明这个人很重要 因为川普时代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或是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些 对中的文件 对中战略文件都是出自薄明之手 那他认为说这个 中共对于这个武力统一 这个事情是很认真在考虑的 他要美国不要低估 中共的这个有可能动手的决心 他也希望台湾人不要低估 这个中共有可能动手的决心 那当然这个意思背后就是说 一方面他发出警告 但是一方面他也会让大家知道说 就是让中共知道说 美国这边事实上是有准备 那这样的不断的划线的结果 就是现在也是把这个日本给拉进来 所以日本在这两年 就是在今年吧 他的不管是他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还是他的国防部长岸信夫等等 都是史无前例的 都是直接就是把台湾 台湾问题提到说 是日本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那不像过去的日本政府 凡是提这个碰到台湾 就是用模糊的周边有事来带过 那我想这个是 对于美国跟日本来讲 就是慢慢把这个战略弄得更清楚 更明晰 希望能够用这个清楚的 清楚的这个嚇阻 然后告诉中共说 你不要轻易动武 但是最后能不能够这个 真正的实现的嚇阻 要看美国自己的实力 其实现在譬如说 美国的这些太阳司令部等等 他们都不断的发出呼声 说中共有可能动武 那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你国会要给我钱 国会要预算 那个我要造军舰 然后造这个2.5代的这个 这个造舰计划 然后防御飞弹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台湾这个部分 台湾的议题也 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这也是一个可以拿来 作为这个建军 建军然后这个 加强美国海上实力的 一个有利的理由 好 我们稍后回来